比和珅更富有的清朝聚贪 死后遗产几百亿 子孙移民海外都是富翁 提起清朝全清朝野的重臣 我们会想到许多名字 但其中一定少不了和珅的 以聚贪文明俗话说 到了和珅保了嘉庆 就是指在和珅死后嘉庆地 从他的家里查抄出的财宝多道 让人难以相信一 下子使空虚的国库充实起来 这些由和珅费尽心机积攒的家当 他的后代事务 服享受了可以与和珅相提并论的清朝大臣 就要属李鸿章了 据说他的财富换算到现在的货币 至少有百亿人民币 而且他的子孙后代都很厉害 出了许多的大富翁 许多人 后来都去了欧洲 或者美国李鸿章的子孙力 用他生前遗留下来的巨额财产 在国外享受灰金如土的奢靡生活 直到现在他们的子孙仍然非常有钱 这些人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 对拯救鸡贫鸡弱的祖国并不感兴趣 他们整日沉迷于指醉金迷的奢侈生活李鸿章 恐怕是最具争议的晚清明人之意料 他的功过是非历来难有定论 在跌宕起伏的晚清时代 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 扶持着摇摇欲坠的青王朝 走过最后的一段路 他在国际舞台上跟列强们周旋 签订了许多的条约也因此饱受诟病 有人骂他是汉奸康尔维 则称之为为心之同志 这么多的财富究竟从何而来呢 我们可以概括为两个主要来源 第一就是与其他官吏没什么两样的 灰色收入封建官场的游戏规则 就是这样当官就是法 才第二比较有时代特点 因为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 开办了不少 洋务企业在经营这些企业的活动中 也收获了丰厚的利润除了给朝廷的 他自己当然也少不了分红李鸿章 与曾国藩有很多相似之处 比如他们都忠心 恳恳为朝廷效力对待工作要求极高 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同时他们两人又 又很明显的不一样李鸿章身上 多了一股痞的气 他对表面上的利益往往很轻 是表现出极度务实的特点 在为人处置中灵活多变 在与外国交往中老脸圆滑 不守成规也正是他这种不管对错 只求利益的行事风格 让他独树一帜 开拓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在李鸿章死后 他家中存放的现银 就多达两千万两田产土地 则有六百多亩房产 更是不计其数 如果把所有的财产加在一起 约折合五千万两白银 这是什么概念呢 当年轻停权年的财政收入 是白银九千多万两固子 称之为富可敌国 也不为果在他去世后 没几年子孙们 便分了家继承了几百亿产 后来李鸿章子孙中 还有许多移民海外 成为了有名的富豪 不得不说 晚清巨贪 李鸿章的贪腐程度 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而比李鸿章更可恶 那是黑暗的封建社会 和腐朽的统治者 是他们给李鸿章这样的贪官 塑造了贪腐的温床